Hello 同学 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类题1 跟刚刚的提醒其实大同小异 反正你只要记得 如果有遇到一个提醒叫做 谁谁谁 是这个方程式的解 那它只是引导你要把这些点带进去 谁谁谁 是这个方程式的解 那就是引导你要把这些点都带进去 通常就是这样提醒而已 我们来看第一题 已知数对0b 十三 c0 称均为2元一次方程式这个的解 那求a加b加c多少 好你看这三个坐标点 大部分都是缺手缺脚的 不是大部分 有两个人是不完整的 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是完整的 所以我当然要先把完整的那个数带进去 先求出我正确的a码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当然先把13带入 所以带进去会得到什么 10带进去就会变30加 3a等于 这个叫做15 所以我知道三个a就会等于负的15 OK所以最后我的a答案就叫做负5 结束 所以当你知道a之后呢 那你再把它带回去 完整的方程式 我就可以写成三个ax 然后减掉五个y 就等于15 对吧 所以当你正确的方程式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把0b跟c0丢进去了 好我先把0b丢进去 所以0丢进去 0减5倍的y变成b了 0减5b叫做15 这时候b就叫做负3 好这是第一个小部分 那第二个小部分 我再把c0丢进去 所以你得到3c3 3c加电不好笑 来0丢进去减5乘0 那就是3c加0嘛 这个叫做15 所以我的c点坐标就叫做5 OK c就叫做5 所以我知道我的b就是负3 那c就叫做5 OK好 所以这三个点都在这一条直线上 都在这一条直线上 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对不起第一个还没完成 所以a加b加c是多少 看一下 a加b加c那就是负5 加上负3 再加上正5 刚好有底下掉5跟负5 所以答案就叫做负3 第一个OK 第二个 我要问的是 这个直线跟两轴所交的三角形面积 跟两轴 你不是有看到一个叫做0负3 对不对 已经有一个叫做0负3的点 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50高手 不好笑 50的点 所以0负3跟50都能把它放回去啊 是吧 所以0负3 0 0负1负2负3 好这个是跟Y轴的交点 那50呢 12345 12345 这是50 好我们习惯了都把那个坐标点一下 其实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 OK啊你再把这一条 连起来一下 连起来一下 所以你连起来就会发现这个三角形面积是多少怎么算 应该还蛮简单了吧 底跟高一个叫做3 乘上5除以2 所以答案都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只是在练习它的观念 所以答案叫做2分之15 所以第一个答案 负3 第二个答案 2分之15 好 记得这种基本题 고맙 嗯 嗯 好 什么